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多肉是 江户子多肉和红糖多肉 这两款多肉的共同点就是 如果你给它非常充足的光照 它给你的这个色彩的呈现呢 是非常的鲜红亮丽的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上面这一款 上面这一款呢叫做江户子多肉哦 它的这一个叶子呢 的这一个纹路是相当的漂亮的 看起来呢就好像这一个老虎的斑纹一样 所以也有些人称它为这个胡耳斑 胡耳斑多肉哦 有一些人会这样子说 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身上的斑纹呢 就和这个老虎的这个斑纹一样 鲜艳样丽哦 OK 非常的漂亮哦 你一定要给它足够的光照 如果你给它不充足的光照呢 其实它整可多肉呈现出来的颜色呢 是非常的翠绿色的 只有吸取了足够的这个阳光呢 它才能够呈现这一种强烈的燕红感哦 再来呢 其实这个多肉呢 它是会开花的哦 它是会开花的 非常的亮丽哦 要怎么繁殖这种多肉呢 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会用这个砍头牵插的这个方式呢 来给它做一个繁殖的动作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这一可多肉呢 这个顶端呢 它爆出了好多个头哦 OK 其实呢 是如何达至这种效果呢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有给它做一个砍头的动作哦 所以呢 在你这个砍头的部位呢 它当上口愈合之后呢 它就会爆出很多个 这个侧牙哦 而上半部的部分呢 你们可以拿去重新的翻种哦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一款多肉呢 相较的它的摘种难度 是非常之容易的哦 它对于这个抗水 抗寒方面呢 也是比较 没有什么要求的哦 你可以把它放在户外 全入养也行哦 非常容易摘种 非常容易繁殖 而这个正下方这一颗呢 我们叫它红糖多肉哦 红糖多肉呢 如果你给它足够的光照呢 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呢 是带有一点点的橙 配上这个红色的哦 非常的漂亮哦 就好像我们平时 食用的这个红糖一样哦 它的颜色呢 真的跟这个红糖的颜色 一模一样哦 再来呢 它这个红糖多肉呢 它是属于一种 硬叶的多肉哦 你可以看到呢 它表面并没有带有 任何这个粉末 所以你可以用手去触摸它哦 OK 通常这一种硬叶的多肉呢 它的叶片相较的 会来得比较厚哦 所以呢 它也并不容易落叶 OK 在你摘种的过程中呢 也不容易因为 不小心的误碰它 而造成这个落叶 断叶的这个现象哦 所以相较的 它也是一款 非常容易摘种的这个多肉哦 OK 但是切记哦 如果红糖这种多肉呢 你给它的光照不足呢 它是有机率会穿裙子的哦 OK 所以呢 总概来说呢 这两款多肉呢 你在摘种的过程中呢 它对于这个配土啊 的要求也不高 因为相较它比较容易摘种哦 但是就是切记 一点一定要记得的 你的光照一定要足够 这样的话呢 你的红糖呢 和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虎纹的这个多肉呢 它才能够种的鲜艳亮丽哦 今天这个介绍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的视频 你的点赞和分享 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